30万的原始一刀成名 开出玻璃种地王绿 价格好涨3000万 堪称赌食界的超级简陋 这样的赌食你敢相信吗 说起赌食啊 那实际神秘有刺激 无数人为他疯狂的原因 就是他那独特的魅力 让人不仅沉迷于此流连忘返 但有一个极大的弊端 就是能让人一夜暴富 也能让人倾家荡产 前几天出现了一块翡翠赌食 真伤人大开眼界了 可称之为最反转的赌食神话了 也是后来经常被人们提起的案例 他的首次现身 是在一个玉石市场的拍卖会上 那是他第一次展露头角 表面的皮壳看起来非常老辣 表面的种水也不错 通过灯光来看的话 还能看见隐隐约约的绿色 而且这块石头 还是出自于惠卡厂口的原石 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 惠卡厂口不仅很重要 还十分出名 属于十大民坑之一 老坑开采的时间很长 因此大多盛产的原石 一般因满色料居多 种水不错 并且预质种色 都非常均匀 从这样敞口出口的原石 在人们眼中切涨的概率非常大 但是却没有人出手 因为这块原石只有拳头半大小 大概只有两三公斤重 再一看它的标价 竟然是三十万元 然而忍不住破口而出 这也太贵了吧 简直是太不成正比了 因此虽然这块原石品相很好 但却始终没人出手 大家也只是看看得了 于是啊 一直到拍卖会临近结束 这块小石头都无人问津 本来以为他就会这样销声匿迹 但在散场时 他终于遇到了他的伯乐 这人购买者啊 就是Z先生 Z先生是一个赌石爱好者 平日里也经常会购买原石 但都是小本买卖 也从来没有大赚过 不过 这块石头标价三十万 这对Z先生来说 是他最大的一次投资了 那他为什么这么勇猛呢 其实啊 在前段时间遭遇了很大挫折 这块赌石就是他翻盘的希望 没想到 这块石头居然有人出手了 此时众人都非常期待 这块小料子 究竟会开出怎样的翡翠 为此 Z先生还专门选了个好日子 来祈求开石大吉大利 做足了一切准备之后 终于要开切了 此时Z先生还是非常的紧张 毕竟 这块石头 他投入了全部身价 相当于是孤注一掷了 接着 原石被固定上架 切割机器不断地旋转 在场的人都紧盯着这块石头 看着刀盘的飞速旋转 Z先生也跟着紧张 这时 第一刀结束了 众人围得水泄不通 Z先生还没来得及去看 就听见有人惊讶地说道 切长了 竟然切长了 这块小石头切出了绿 没想到拳头大小的破石头 竟然一刀下去出了绿 这还真是难以相信 贼先生马上看过去 这一看更加不得了了 竟然是高冰玻璃种 帝王绿 此时一下吸引了众多人 前来围观 只见这块料子有色有水 一看就价值不菲 现场非常沸腾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大家都在议论 Z先生的好眼力和好运气 这是啊 现场有一位浴石商 看上了这块料 直接出价300万要购买 300万哪 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要知道 这块料子买的时候 只有30万 这一下翻了10倍 此时都觉得 Z先生是赚大了 但Z先生却对此一口回绝 因为他还想再度开切 此时人们都疑惑了 300万都不卖 这是什么心态呀 众人都觉得 应该见好就收 适可而止 继续开切 风险非常大 而且继续切垮的 大有人在 当时转手就是大赚特赚 不过Z先生却坚持开切 原始再次上架 此时有人认为 Z先生有胆量 也有人说得很傻 然而没过多久 第二刀下来 就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因为场面实在是太震惊了 几乎切出来的面 都是绿油油的 不仅没有垮 反而是大涨特涨 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都说Z先生开了挂 因为这块料子太漂亮了 打灯光一看 直接感觉到一片清澈的绿壶 简直就是妥妥的 帝王绿翡翠了 而且还是满色 没有出现变容 质地种水都不错 价格又翻倍了 不知道起货做出成品 看有多漂亮 此时现场的人 无一不佩服 Z先生的眼力和魄力 即使 Z先生是非常无远见的 从第一刀就看出 这块料子不简单 感觉还会大涨 因此 面对翻出十倍的价格 依然没有动摇 好不容易买的一块好料 怎么会轻易就放弃呢 随后 他将这块翡翠又拿到了拍卖场 回到了最初那个地方 这时 这块小石头的地位 已经金飞西比 他一出场就惊艳了众人 就光凭着颜色和肿水 做成首饰 或者是其他的挂件 那一定是美得不像话 因此 现场众人的商家都争相抢购 价格更是被炒翻天了 直线飙升到了上千万 这样的场面 让Z先生高兴的合不拢嘴 终于 这块翡翠 排出了三千万的高价 又再次翻了十倍 比起最初的底价三十万 这整整是翻了一百倍 可以说呀 是超级大漏了 Z先生因此是一刀成名 并且是一夜暴富 那这位富豪买下 会将它如何升值呢 三十万的原始一刀成名 开出玻璃种地亡率 价格好涨三千万 买下这块翡翠的是一位神秘富豪 这位富豪非常有商业头脑 回去之后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觉得 做首饰出来 效果一定极好 尤其是招那些富婆的喜欢 确定了想法之后 他请了一位专业的雕刻大师 接下来就看设计师怎么操作了 这位大师先是对翡翠整体 进行一顿研究 然后开始确定方案化设计图纸 最终 经过巧夺天工的手法 又加以数日的时间 才完成了这精美的作品 最后 翡翠成品现身 完成了抛光打磨之后 效果更加的迷人 这一块翡翠并不大 一共出了三件成品 以及很多满绿的小蛋面 但是啊 每一件都惊艳众人 第一件成品是马鞍戒指 女士们看到都尖叫了 它的整体非常晶莹剔透 上面的光泽感非常强烈 并且它的胶感十足 简直是没爆了 价格更是引起众人的疯抢 第二件成品 金枝玉叶耳坠 这件同样是贵妇的最爱 并且有很好的寓意 因为女性佩戴翡翠树叶 其寓意着金枝玉叶的美称 在古时候 那些王侯将相的女儿 就是金枝玉叶 带着这样的翡翠饰品 不仅体现了高贵的身份 也象征着主人 像玉一样的温婉美好 最后一件成品 弥勒佛 一提到弥勒佛 就能想起 它那笑口常开的样子 这件精美的弥勒佛翡翠 也寓意着布居一格 潇洒开朗 将一切事物都附在谈笑之中 由于是无证安宁 又存在淡泊名利的美好 给人完全乐观的心态 行走在人世间 这些成品一出事 引起了很多人的喜爱 价格比起三千万 不知又高出多少 回想起这块石头 贼先生将惊天动地的开切 最后赢得大涨特涨 富豪买下翡翠 经过设计师的鬼斧神功 也是大赚特赚 可谓是双赢的结果 赌石就是这样 你无法看透它 但要有着神秘的力量吸引你 不过 对于赌石还是劝大家谨慎 赌好的话是一夜暴富 赌不好可就倾家荡产了 甚至是妻离子散的恶果 所以赌石的风险不着边际 千万不能盲目好赌 对此你们认为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